好 在这个时候你看一下 我去修改一下它的设定档 VNC Service 这里是一个完全没有做过修改 刚刚安装好新鲜热辣的设定档 这里这个阐述叫做VNC Service 那我这边制作的编号是这样的 我说1号 冒号 Student 空格 2号 这个使用者 叫做爱丽丝 我要这样写的原因就是 我确认等一下外面的使用者 连到我这台电脑的1号的时候 它取得的介面是 Student这个用户的桌面 2号是爱丽丝这个用户的桌面 当我设完这两个人以后 混档 重完档之后还不算 我要切换成该两个使用者的身份 为这两个身份去设一个密码 这个密码称之为VNC密码 所以我去用刚刚那一招 SU-爱丽丝 我切换成爱丽丝的身份 现在我的身份是爱丽丝 所以这个时候我说 VNC Password写密码 123456 这是我的连线密码 123456 好 密码设完 这是爱丽丝的密码 用123456退出 Ctrl D 换一个人 换成Student 然后我用同样的方法 VNC Password 密码123456 123456 好 设完了 Ctrl D 两个使用者的密码都设好才行 这个时候你就可以在 用root的身份 在这台电脑上面 去重新启动VNC Server Service VNC Server Restart 重开 VNC Server Restart OK 你看它现在关闭原来的VNC Server 重新启动的时候 第一个看到没 1号冒号Student 建立新的验证档 在Student的加募录里 2号是谁 2号是爱丽丝来了 当你做这种桌面的时候 你要小心 因为这个过程里面 有一个非常有趣的一点 他们吃的记忆体会很多 就在这个时候 你表面上看不出来 Student的桌面 跟 爱丽丝的桌面 已经开好了 他这个时候吃记忆体会吃很多 你看他已经吃到快一击了 所以如果你要这样做的话 你要先确认你有足够的记忆体 因为他需要把这两个使用者的桌面 都打开出来 他的Log 每个人会放在 HomeAlice.VNC底下的 使用者主机名称的Log档上面 那我先试试看 做做看 我在这个时候开一个VNC的 客户端 我开个VNC客户端出来 这是一个线程的VNC客户端 我把现在的把它关掉 在Mac上 你只能有一个连线阶段作业 然后呢 我在这边开一个Mac 所以在这个时候 我连线的对象是 192.168.0.12 好 那是不是真的用5901呢 再说 看看 已经出现了一个 为加密连线的警告 如果成功的话 我可以写密码 密码123456 看看过不过 好 这边过了 我现在连到的对象是1号 我刚刚连线状况不好 再来一次 重来一次 VNC关掉 我把VNC打开 好 我现在连到12号这里 12号的冒号2 看到我写冒号2 我呼叫冒号2的时候 connect连线 它跟我警告 这是一个未加密的连线 继续 这时候写2号的密码 2号是爱丽丝 123456 OK 好 你看 这个时候 它就打开出来 现在的身份是爱丽丝 这是一个VNC客户端的程式 称之为VNC Viewer 是在Mac上面的版本 你可以在这里 要不要去改变你的网路代理伺服器设定 不需要 不改 好 那我在这个地方 你可以看到 我们所有的设定 都是依照爱丽丝的身份 跟环境来做的 这是我刚跟你说的 爱丽丝的身份 的里面 她的桌面 已经都开好了 所以我一开 打开 这边就是爱丽丝 那如果我不要 我离开 这切断连线 我再重新 把VNC打开 好 我现在连的 刚刚是2号 我换成1号 在这个时候 一样 不加密连线 我需要写入的是 123456 刚刚设的密码 OK了 现在我打开的这个东西是 VNC Server 它连到使用者 做主机的 它的身份是 student 身份是student 一样开个中端机 它的身份是student 这是一个简单的 VNC Server 的做法 接着另外一种 VNC Server的做法 它的针对的对象 并不是使用者 预先开好的桌面 你可以顺便看一下 当我刚刚把 虚拟机上面的 爱丽丝 跟student 的桌面 开好以后 我用的记忆体 到了900多 这是我的记忆体的量 可是我的另外一个问题是 如果我把VNC Server 关闭 你看我在这个地方 我用service vnc server stop 关闭它 它把 1号student 2号爱丽丝都弄完 free 你可以看到 它的记忆体量 持久少了很多 本来都900多 现在只剩下600多 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 也就是VNC Server 本身这件事 是很吃记忆体的 这是你在实物上 需要要注意到的 如果你给虚拟机的 记忆体不够 这件事 执行起来就会慢 而且麻烦 现在我们的另外一个问题 是这样的 我在这个地方 我的桌面本身 在这边的设定是这样 如果我们现在开放的桌面 是我们的实体机本身的桌面 那这个时候 你就会需要在这边的设定 系统拉过来 这边选择远端桌面 在这里 系统偏好设定远端桌面 这种远端桌面的设定是这样的 是为了让外面网络上的人 帮助你去做一些设定 它的概念就好像是 你在视窗系统里面的远端桌面 基本上是一样的事情 只不过中间的协定是VNC 那在远端桌面的偏好设定里 是这样 你可以允许其他使用者观看桌面 你光给人家看 但是你给不给人家操作 勾勾不勾就只给人家看 但是不给人家操作 当你两个都勾出来 那就表示不但人家看得到 还可以跟你抢滑鼠跟键盘 安全性 那就看你连线时的状况如何 第一条 它说你每次都必须要用人类来 确认这台电脑连线 表示如果有人要连进来的时候 倒不需要写密码 但是一定要有人在这边 在电脑的这一头 按一个yes的动作 如果你人不在远端 人不在电脑前面 你可能出门了 或是离开公司了 你就必须要指定它的密码 这个密码是在这边这样设的 它一定要求我要把这个密码的 那个所谓的密码册的密码内容 设出来 好先不管 你在这边设密码 然后呢 在这个时候 或者如果你这两个都不勾 你就是勾这个 这个叫做设定网路自动接受连线 你要特别小心这件事 如果你打这个勾那就完了 外面的使用者不管是谁 只要连到你呼叫到正确的Port 它就直接拿到你的桌面 好 那这个notification area 在这个地方 好 现在我的教学画面的上面 右上角老鼠指的这个地方 它本身就是一个远端桌面的画面 也就是如果你发现在这里 有一个这样的图示 那就表示已经有远连到你的桌面上来了 好 这就是只有在有人连线时 显示图示的意思 那我现在 要给你测这个东西 这台电脑 我把我的VNC的程式关掉 连线的方式很简单 好 我再重新打开 打开我的VNC OK 好在这里 我连线的对象就是我的伺服器 伺服器就直接指定它就好 你不需要写5900 5900 除非你确认知道它的线 它的Port是5900或5901 连线 这个时候它就直接出来了 好 这是我刚刚勾选的 我刚刚勾选的对象是什么 我刚刚勾选的对象就是 好 我在系统这里 我刚刚选的是 远端桌面 我把三个勾都去掉了 看到没 三个勾都去掉 连确认的动作都没有 只要有人连上来 啪就进来了 你千万不要这样做 你至少这两个要选一个 这样才会安全 以上是我们的远端桌面的连接 远端桌面连接 可以快速的帮助你 去连到别人的电脑上 或是需要帮助人的电脑上 那你的测试过程呢 就要注意 你的视窗 你的Windows 或是你的Mac 都要拿出来交互的测 也就是用视窗去连Linus 用Linus连视窗 中间防火墙的设定的排除 设定困难的排除 都要连着去做 那如果你有Mac 可以试试看Mac连接的状况 还有如果你有Pad 就是不管是任何牌子的平板 任何一种牌子的平板 都可以支援这些工具 那你现在知道 这个程式叫做VNC 你可以去找这种牌子的VNC Server 这些Pad平板的VNC Viewer 以及如果你要连Windows 那你就要把Windows上面的 远端桌面的服务 打开之外 你还要去找 你的平板上面的 什么 客户端程式 平板上的客户端程式 也就是RDP这三个字 的客户端程式 我们这一段 先到这边停下来 我们接着会面后面讲 Secure Show